幽人神谷除了在池上演出 还带着民众在东海岸云角 云角是幽人神谷独特的训练方法 在行走之中 幽人们学习放松意念 回归宁静 资深团员就说 云角让他勇敢面对未来 他曾经走过西藏 欧洲当然也包括在台湾环岛 这次他带领年轻幽人汉民众 在花东纵谷的强风之中 感受长时间长距离 专心走路 而且在每一场云角之后 幽人们都会带来落地扫的表演 用鼓声感谢一路上帮忙的详情 鼓声磅礴 幽人们敲击出惊人气势 脸上却没有多余的表情 专注着把自己献给表演 献给花东的详情 在宁静中打鼓 不为外物所动 这是幽人们借由平常训练 云角凝聚出来的力量 我们现在是走路 所以它最直接的就是双脚 马路边拉筋暖身 幽人神谷的团员们带着近百位体验民众 他们要在花东纵谷中专心走路 就好像打坐的时候 有些方法叫你关系属席是一样的 只是这个东西让我们可以更深刻地 接有我们的触觉 对 直接传递到 传递到我们的内心 甚至是在跟你的一个念头 在做一个对照 众谷的风吹得强劲 民众凉凉一排 随着领旗带路听着罗生指引 他们沿着池上的稻田向前 行进间不能说话 注意力得放在跟自己相处 就是你看着看着自己的脚步 然后突然你会觉得 整个世界慢了下来 然后你的声音开始会比较清楚一点 然后你可能会想通一些事情 跟在这群人后头的 是资深团员灵袖金 入团21年 云角走过西藏 欧洲 台湾的西部和东部 他说走路跟打坐一样 可以让纷乱的心安静下来 云角 基于我来说 就是勇气 是学习跟我自己共处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在这里面 他常常帮助我去了解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人生里面可能会遇到的一些 一些我所未知的部分 他给我很大的勇气 给我很多的力量 而这样子的训练也给了幽人们表演上需要的精神 跟专注力 所以我们也很自然的 当我们走了一天之后 我们也就把身心放下 只是在我们附近 再把我们身边的鼓再拿出来 很自然的就这样子 就击鼓了 云角之后 游人将庙口作为舞台 转化传统精神表演 落地扫 用鼓声感谢一路上帮助他们的详情 常常他们那样的演出都非常的 非常地及时而且随机 所以跟着群众到哪里 那里就有幽会表演 他就是看到一群人很自然地上来 那个线条是进来 休息 鼓进来 演出 所以大家那个心情就会在一起 走一天路打一场鼓 幽人用双脚催脸自我 鼓声回荡之间 展现出幽人的惨意和情意